这次奥运会 我可以堪称我职业生涯中 经验最丰富 收获最多 过程最坎坷的一次比赛 从来没有这么五位杂成过 最后的情况 不约而同的在两天之内 这样同时出现 我当时可能自己有点 会打退堂鼓 也是多亏了 教练在后面会推我一把 我可以说我之前过的 就是在运动生涯上 过得特别的顺 我承认东京我是很顺的 东京的比赛 真的是我回顾以来 最顺的一场 因为整个八天 我甚至感觉不到累的那种 这次比赛 我仍然想像东京一样 但是做了很多 结果并不是那么完美 所以我只能说 用我不完美的状态 去打出一个完美的成绩